今天護國神殘群又發威了 這個台積電養出來的小金雞果然不同凡響 一登陸新貴不得了 一下子就破了四個紀錄才第一天 對啊 今天彩玉想不到第一天上來就衝破500塊錢 但好消息是一樁接一樁 先來跟各位說第一個 郭台銘 郭台銘今天全世界又認證了 他再度當上台灣的一個首富 淨資產1995億 但又齊 我們都進行進這麼久了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郭台銘哭過 郭台銘哭 郭台銘哭過兩次 我跟你說過郭台銘哭過哪兩次 郭台銘第一次哭的時候是他的小弟郭台強 46歲死在北京 那時候死在血癌 所以他的弟弟是血癌死掉的 當時我們看到那個 他那時候已經56歲的 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 郭台銘第一次哭 你知道郭台銘第二次哭是什麼時候嗎 林輸如50出頭歲 然後乳癌也死掉 所以郭台銘雖然說他當首富 可是有幾件事情他辦不到 他就認為癌症一定要治療 所以各位還記得嗎 前幾年郭台銘拼命的捐台大 台大說我們要買最好的機台 沒錢 郭台銘說算我的我捐 今天郭台銘做這件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報紙可能會想說 他花50億買了台康生計 然後台康生計今天漲停板都買不掉 但各位這裡面水很深 這裡面有麥干 而這裡面有郭台銘他龐大心中的一個願望 剛不是說嗎 郭台銘小弟死在血癌 他的太太死在乳癌 那各位知道嗎 台康生計其實有一個秘密武器 什麼秘密武器 這個秘密武器 大家都一直以為我們台灣最強大是在科技業 其實沒有 我們台灣現在在乳癌這一塊已經解盲成功 連日本跟美國都說奇怪了 連我們自己都做不出來 為什麼你們能夠做出來 而最後會有多大的一個影響 我一一的再跟各位談下去 今天郭台銘董事長已經宣布了新聞發表了 生計版圖再擴大 50億要去買台康生計 這裡面代表的是什麼呢 過去治療乳癌老時代吃小紅莓 那個人喔 我真的現場看 我爸爸是癌症在病房裡面 我小時候就死掉了 然後後來我當很多義工 我最怕去看到那種癌症病人痛到在地上爬 真的會喔 你想看因為他那個過去的藥物他們有那麼精準嗎 那後面就是因為這些藥物 副作用太大了 所以做什麼呢 做標靶藥物 然後做生物治藥 那做標靶藥物跟生物治藥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對人體的副作用比較小 可是你科技量要夠啊 那你科技量要夠有個缺點 你如果你的專利權控制在這些吉他大國的一個身上 第一個這個是戰略物資 第二個他價格拉得很高 你有沒有自主權 沒有啊 完全沒有自主權 所以為什麼這次台康生技這麼重要 因為台康生技他的乳癌用藥他徹底解盲完之後 我們不用再看其他人的臉色了 太好了 而且台康生技他所做的叫什麼呢 叫做契約 設計 製造 一條龍 你知道這一條龍當中我們台灣最大的威脅者是誰嗎 是誰 是剛好郭台銘最大的一個敵人三星 三星 所以郭台銘這次這招這個叫什麼呢 一石二鳥什麼叫一石二鳥呢 他的弟弟死在癌症的身上 他的愛妻前妻死在癌症的身上 所以他對癌症的一個付出不予一利 而他這次買下台康生技之後 台康生技他們現在全世界一年的總生產量喔 是大概是1100公斤左右的仿生物用藥 郭台銘說如果台康生技可以的話 我們再加大投資 我們加大投資把他生產到1000公斤 我們不但可以符合台灣 我們也能夠救亞洲 重點是我們如果把細緻攤開來看 我們台灣健保一年要花7500億 其中 標把癌症用藥就用到接近1000億 其中三個前面的 第一是什麼呢 乳癌 第二肝癌 第三肺癌 如果我們台康生技能夠自主的話 我們的乳癌用藥 不用看別人的臉色 哇太棒了 重要吧 所以我們說 哇郭台銘董事長這招打得真好 而後面呢 飛彈打出去 繞了一圈 打到三星的身上 聽了就開心 第二個今天第二個消息 是誰這麼大膽子啊 8吋喔 不是12吋喔 一片搶到1000塊美金 一片1000塊美金 這個很糟糕耶為什麼你知道嗎 一年要多50億 美金喔 所以現在都在想說 這個問題 後面該要怎麼辦啦 因為這一把火燒下去後面會不得了 真的 對我們台灣當然是好的 對我們台灣當然是好的 但是這一把火燒下去後面不得了 為什麼呢 這種變相惡性的一個漲價 漲下去之後 如果8吋都拉到1000了 然後後面12吋高階要怎麼辦 那高階要怎麼辦呢 可能就會爆了 為什麼就會爆呢 談到今天的一個財語 談到今天的一個財語我就想到 哇那時候那個故事之精彩 感測器喔 我們講感測器大家感受不深 我們講個用白話文來說 在自動化的過程當中 自駕車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感測器相當於什麼呢 感測器就相當我們的眼睛 就相當於我們的神經 例如說我們很多人都用蘋果手機對不對 蘋果手機為什麼今天可以看到你的臉就解鎖 奇怪了我的手機看又齊的臉是解不了鎖的喔 為什麼他能夠計算 這裡面有非常精準的感測器 那過去感測器呢 我們台灣並不擅長 過去感測器全世界排名前三是誰呢 日本 韓國 美國 但那時候美國不小心 為什麼美國不小心呢 美國豪威曾經是世界第三喔 然後各位還記得嗎 為什麼後面美國 日本 台灣 我們都要去防範中國大陸的一個科技呢 原來後面豪威被大陸人整盤 整盤拿了拿了拔掉了 再來啊 這是過去的事啦 當然這招他們過去用我們沒防備嘛 我們台灣的面板也是這樣整套被他搬走嘛 還好我們找到新的策略新的南海嘛 那那個時候台積電就在想啊 那這個這麼重要 到底要讓中國大陸整盤拿了 還是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堅持下去 那個時候的台積電不是現在的台積電喔 那個時候的台積電是十幾年前的一個台積電 並不像現在的台積電 這麼非常的一個冰牆馬狀 但那時候後來台積電想一想 算了 咬牙 怎麼樣呢跟豪威說 說好啦 那我們不跟你去 我們就不跟你去 我們不跟你去 第一個我們台灣投審會過很久嘛 第二個 這麼重要的喔 我們留在家 我們用一個小火慢慢做 慢慢燉 慢慢的做出我們台灣自己的來 可是那時候先說喔 那時候會活不會活不知道 所以台積電他們就39億全額買下 好重要啊 對 那時候買下來幫台灣留下一線的一個生機 那個時候先跟各位說喔 那個時候燉的成功嗎不知道 沒想嘛 技術在日本人的手中在韓國人的手中在美國人的手中嘛 我們只是做代工的 代工人家有專利我們不能去跟人家搶對不對 但各位 這個一線生機 很重要 太重要了 因為這個一線生機後來就帶來滿滿的希望 我剛不是跟各位說嗎 為什麼現在特斯拉沒有台灣不行 因為我剛跟各位說的嘛 感測器就是眼睛 就是神經 那你如果車子感測器沒眼睛沒神經 外面發生什麼事 抓得到嗎 抓不到 所以 目前第一個 才遇他在全世界汽車感測已經排到第二了 而第二個令人非常振奮的一個消息就是 為什麼後面受險公司直接去把他給包下來了 他們突然間發現 過去像蘋果手機用日本人的貨 用韓國人的貨 後面想一想 台灣的貨 既穩定 又便宜 後面又有台積電給他靠不怕會沒產能 我如果不買台灣的 我這麼笨我去買誰的 所以目前他又拿下50%蘋果未來第13代手機的後段光學 全部都他做 所以我們後來就發現第一個彩域成為市場的一個焦點 最近出了一個大消息嘛 什麼大消息呢 國內 17家的一個壽險 買了91億2000萬佔整共26%的股權 聽說17家壽險為了買彩域差點打起來 真假 為什麼呢 大家都說為什麼你買比較多 我是比較小我要比較少 但後面證明 這樣搶是有道理的 怎麼說 他買270啊 今天500啊 哎唷 一下子漲到500 第一天而已 對啊 各位去想想看 他買270啊 今天500啊 然後今天市場上呢 市場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所有市場的一個法人都在調貨 都在調貨 為什麼都在調貨呢 因為自營商 總不能只有壽險公司有部位 自營商也要先有部位 結果今天自營商搶了部位 換銀行團團了 為什麼 銀行團的部位還沒有搶 但我說 這個是有錢人的世界啦 有500塊幾百塊那個是他們去講 我還是要回歸到台積電 台積電過去十多年來各位 每年花幾兆幾兆的台幣 有人說他們的財務不透明嗎 沒有人說 連國際的整個會計專家來看都說 這個公司重點在那邊 誠實 所以台積電提供了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是什麼呢 我們如果有需要 你只要有能力 我們會提供你足夠的火把 足夠的實力 足夠的一個平台 你就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十多年前台積電 為了讓台灣留下一線生機 所以呢把彩域全額買下 全額買下完之後當然現在是大賺特賺 這個沒話說 但我要跟各位說明的就是 台積電最重要就是 他們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從第1代第2代第3代 一路一路浮上來 而在浮上來的過程當中 台積電有實力 給他們舞台 給他們機會 然後他們有舞台有機會 幫台灣的高科技 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就跟台康生技一樣 台康生技今天如果我們的乳癌用藥 不用看外國人的臉色 我們可以自主 這是一件多重要的事